Hello,大家好,我是梅杨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 是不是真的穿得多,就是遮得多它就能更显瘦呢 其实这个定律它并不是必然的 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在穿衣服的时候 就是一味的想要去把它遮住 反而呢,把自己的一些优点的地方把它遮住了 从一开始我录vlog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了解自己,然后懂得扬长臂短 但是每个人的优点缺点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全面的一对一的讲 只能说用我自己来打个比方 我这么多年穿衣服下来 我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缺点在哪 然后通过分析我自己,分享给大家这种穿衣服的一些心得 希望对大家的穿衣服会有一定的帮助 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讲的就是 不一定遮得多就能越显瘦 剩下的我们就边换衣服边讲吧 刚开始我们讲上衣,那我还是静静一点给大家讲 我临时找不到那种就是 有很多针织的T恤,它是这样子包袖的 我的肩膀是属于比较宽 而且我带孩子,妈妈的话这个手臂都算是比较粗 比起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手臂肯定是比较粗的 这个是生活孩子的姐妹们都应该都知道的 那我穿这样子的衣服呢,它就会显得我的上身很壮 有点像一个健身教练 总之来说没有我喜欢的纤细感的感觉 因为我是巨蟹座嘛,我很喜欢那种柔柔柔柔的女孩子 但是这种风格就是显得我很阳刚很壮 我现在换一个挖肩的,就是露的比较多的 给大家看一下一下对比 总体来说它露的更多了 但是实际上它从视觉上面 一个是把我的脖子变细了,因为它是黑色的 然后呢肩膀还是那个肩膀 但是它连了我最好看的就是索骨的这一块 所以它有一个连贯性的看起来 我的手臂就不会那么的粗 加上这种比较有飘飘一点的材质 它就会显得人比较纤细,比较温柔,比较好看 所以并不是说遮的越多越显瘦 或者说越显纤细的 还是要知道自己的优缺点在哪里 然后呢把优点展示出来 缺点的部分不要一味的想办法去遮盖它 而是说让它自然的显现出来 会显得你更自然,更显瘦的一个方法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穿很多 比如说那个遮的很多的那种衣服的时候 我们其实内心是比较有负担的 就是你会觉得会不会遮的不够 会不会遮的不够好 是不是会很显胖 当一个衣服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的时候 你整个人说话的语气啊 神态啊 整个人的状态 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穿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跟变化吧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衬衫 衬衫的话呢 因为它是比较制式的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单品 我选了一个五分袖的 然后真思的 穿起来是蛮显瘦的 但是呢就是很容易显贵气显老气 就特别正经特别正规的样子 平时的我的话 我还是喜欢显年轻一点点 那在显瘦效果上来说 其实你选择一些大宽领的 oversize的 然后颜色比较鲜艳的 它其实显瘦程度跟这个差不多 这件真的是蛮显瘦的 但是就是略老气 如果你只为了显瘦这件事情 去选一件衣服的话 我觉得是太片面了 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方方便面都考虑到一个好 然后我接下去换一个 那个数位绿的衬衫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也出现过好几次了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单身 它是无秀的 但是它做了一种大落肩 所以它在显瘦的程度上来说 是不雅于刚才那五分秀的 但是它从颜色 从款式上面去看 不是时髦的一点半点的 就你看我一下讲话 我都觉得我自在很多 因为这是我平时会穿的衣服 我不喜欢那种很正经的衣服 我喜欢那种比较有潇洒的感觉的 然后会让你说话感觉 更自在然后带风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 它是会对整个人的气场 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帮助的 穿搭也好 穿衣风格也好 它真的就是你所选择的 一个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你这个人的性格 你这个人的穿衣风格 它达到一个 有点像知情合一的那种感觉的话 你个人的风格就会出来 而不是说 我今天看了一个女明星 戴个项链好看 很熟女风的 然后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看 你又配帅性的衬衫 然后又搭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裤子 就你整个人看上去 风格很凌乱的话 你自己穿起来也不会有舒适感 给人的感觉也不会有整体感 扯远了 回到刚刚就是说 无袖露的比较多的衣服 它不一定就是等于更显胖 对吧 这两个的话 对比起来还是蛮有一个对比性的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还有一句肺腑直言想要说 所有的穿搭的心得也好 体会也好 都是从我个人出发的 我讲的可能是比较片面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我只是在这边分享过 自己穿衣服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在那个范围内的话语权 可能不一定有专门做 显瘦穿搭的 来的那么厉害 总而言之 以上观点进代表个人 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 拜拜